藏力水柱窗洗加油站員工再用抹布把車擦乾淨 農曆年即將到來 各大加油站的洗車費也跟著調整 從1月26號到2月10號開始 到台亞跟全國洗車要多收20或30元 另外西歐則是不收洗車算 不貿起到會員20元的優惠 中油則是調幅最高的加油站 洗車要多花50元 如果說是一般都全面調漲的話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如果說漲個10天我覺得差不多 16天確實是有點多一些 其實30塊50塊是還好 因為他們也是辛苦工作 今年的漲價幅度跟同樣有9天連載的2016年相比 漲價的天數比較多 長達16天 有加油站的價格調漲50元 漲幅也是近3年最高 除了春節洗車漲價外 另外汽油價格週一企業再度調漲 調漲後的價格 985000汽油每公升調漲到29.9元 95000汽油則是27.9元 另外925000汽油跟柴油也分別調漲了0.3元 無所謂 溫水煮物龜而已 你能怎樣 就是無感 但是卻慢慢操作你的部位 國內油再連三漲 加上春節洗車費也調漲 越監禁過年開車組的荷包真的大失線 記者李英偉兩萬魚台北採訪報導